我要把票投给二号小雪宝宝 小雪宝宝才是最善良的 太好了 我有一票了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明明是投给小雪宝宝的 没关系的大宝 一定还会有人投给我的 这美冠军宝宝肯定是我小辈的 小辈 你是不是来给我投票的 是的小辈姐姐 我觉得小辈姐姐是桃花王国最漂亮的宝宝 所以我要投给一号小辈宝宝 我投 太好了 谢谢你兄妹 我也有一票了 糟糕 咱们投给小雪了 这下小辈姐姐肯定要生气了 小妹 你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的投给我的吗 小辈姐姐 我 我需要投给你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投给小雪了 真是气死我了 小辈姐姐 比赛才刚开始呢 后边大家还会来投票的 我才不需要你提醒我呢 黑暗魔 黑暗可可 快把你们的票投给我 小辈 我们本来就是来给你投票的 对啊小辈姐姐 我们都觉得 你才是最美宝宝的最佳人选 我们都要把票投给你 真是太好了 这下我就可以有三票了 小雪肯定是赶不上我了 给你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的奶瓶怎么没有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的票怎么变成狗头了 可恶 真是气死我了 也不好 小辈肯定要发脾气了 可可 我们快走 怎么办啊 现在我一票都没有了 这下我肯定品不上最美宝宝了 小辈姐姐 没关系的 不要难过了 一定还会有人来给你投票的 小雪 我来给你投票了 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美宝宝 哼 骗什么又投给小雪 那是因为 我的魔法扫车这么坏了 今天要迟到了 怎么办啊 骑娜 你怎么了 早不去上学呀 就是啊 都快迟到了 你还在这里磨磨蹭蹭的 不许的 学我的魔法扫车坏了 你们可以带着我一起吗 不行 你那么壮 我其实得多累啊 我不能带你 我先走了 这个怎么办啊 骑娜 不要急 我来带你去学校 太好了 谢谢你小雪 小雪它是最善良的 所以我要把票给小雪宝宝 太好了 我也有两票了 可恶可恶 我还一票都没有 我知道了 别 小飞宝宝 我们来给你投票了 太搞了 现在我也有两票了 小飞姐姐有两票 我也有两票 这一家怎么选最美宝宝啊 我知道 小朋友们还没有投票呢 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一一一给我投票 让我成为最美宝宝冠金吧 小朋友们 我也想要成为最美宝宝 你们喜欢我的话 就发送啊啊啊给我投票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来换衣服了 过去 哇 第一次就穿到了 还是公主群 对呀 三个童话一样都能穿 小雪姨运气也太好了吧 我穿 到我了到我了 我来转 太好了 有公主群 怎么是两个啊 我还以为我也能穿公主群呢 还是看我的吧 我转 哇 我不要 谁能想到 我是胡子呢 你吃足吧 我现在还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 由我们三位评委打分 小雪 小贝 熊妹 第一轮 小雪是第一名 熊妹最后一名 比赛继续 开口开口 我还以为我是最后一名 看来什么都没有 好像也不坏 别用不给我打不得分数 我可是有胡子 可是你是女孩子 不能有胡子啊 那也不能给我剥的 没关系 我们继续转 肯定还有好东西 幸运魔法 这样 大家每次都能摇到道具了 我这 怎么是个小丑面具啊 看着全和小丑面具搭配 怎么看都很奇怪 我就不信了 我摇 我敢摇 小贝姐姐干活了 我不管 我就要摇 我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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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想变成这个臭样子 谁让你不遵守规定 还是看我的吧 我摇 嗯 怎么是墨镜 哈哈哈 你的墨镜没有我的好看 咱们摇 要不 你也都摇两次 万一能摇出好东西呢 这能行吗 万一被发现了 不会的 我刚才摇了那么久 不也没人管吗 放心 好吧 我也试试 我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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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什么 我不要穿 哈哈哈 小美 你现在的样子也太高笑了 好像人类世界的那个什么 神棍哈哈哈 不许笑我 你也没好到哪里去 好 鞋尾来了 第一个小雪 公主群搭配小丑面具 很奇怪的风格 评委们给她打多少分呢 六分是给公主钱的 小丑面具太长 扣一分 所以是五分 我觉得 两个不同的风格在一起很有意思 我给七分 我给五分 小雪得分 十七分 下一个是小辈 很好 小辈的分数我是零 为什么 明明有分数凭什么说我是零 你和熊妹都是零 怎么连我也是零 你们做了什么都忘了吗 我们做什么啦 不遵守规则使劲摇 所以你和熊妹才有这么多道具 你这是作弊 零分就零分 才知道就不听小辈姐姐的话啦 现在好了得了零蛋 两人加起来小雪的分数最高 所以小雪是冠军 这是你的奖品 谢谢眼镜老师 至于你们两个只能拿到参与奖 我们也有奖品吗 当然有啦 太好了 老师你快拿出来 给最新的试卷一套 什么 不要 我们再也不想小聪明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伙伴们 你们喜欢谁的装扮呢 小雪11 小贝22 熊妹333 快在评论区写下你喜欢的装扮的编号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先救小雪 我一 小雪消除成功 小雪获救 只剩下大宝和熊妹了 只需要一步 我就能把他们两个都救出来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是哪一步吗 只要最左边的那两个互换一下 大宝和熊妹都能获救 我别 可恶的黑暗魔王 就知道捣乱 这下个怎么办 小贝姐姐 我来帮你 我先把最中间的希娜和大宝换一下 这样第一行和第二行 只有两个希娜和大宝了 正好 第三行有一个大宝 我换 大宝消除成功 得救了 太高了 我出来了 这下就剩下熊妹了 这个简单 让我来 我把第一行最后一个熊妹和中间的希娜换一下 然后把最中间的熊妹和希娜换一下 消除成功 熊妹获救 我终于出来了 小贝姐姐 你干嘛讲我的词 要不是只有你能说话 恭喜你们 成功通关 感谢你们把我救出来 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 居然很有礼物 快让我看看 嘿嘿 魔女之力活 展出两张图中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放你们出去 我已经找到一个了 小鱼的眼睛不一样 左边的眼睛是正开的 右边的是眯着的 回答正确 还有一个 什么 还有一个 可是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 难道是鱼身上的三角形不一样 都是三个啊 我对到了 是学里的条纹不一样 我来数一数 左边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个条纹 那我数右边的 一二三四五六 也是六个 没有问题 好吧 是我搞错了 除了这些 就剩下鱼竿了 让我看看 啊 这里的珠子颜色不一样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粉色 找茬成功 太好了我们能出去吗 不对 我记错了 还有一处不一样的 你们找不到就不能走 什么 还有 西娜 你怎么能耍赖呢 我没有耍赖 我就是记错了 我不敢 你们找不到就不能出去 这个西娜 看我出去了怎么收拾它 我们还是先找一找 最后一处不同在哪里吧 可是 我们都找了好久了 就是没有啊 怎么办 要不 我们冲出去算了 你们忘了吗 我们还有小伙伴们呀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最后一处不同在哪里吗 他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下次再见 我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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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哭了 孩子们你们说 你们要选我们哪个 我选你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随便选 我们要看看 这两个帐篷妈妈谁的本领大 我 你们谁的本领大啊 我呀 我可以为你们遮风挡雨 你们看 欧元弟弟快下雨吧 人人 孩子们快到我这里来 我的妈妈 啊 王虎妈妈的帐篷里面好暖和啊 就是 看来我们想王虎妈妈真没错 对我们就选王虎妈妈 王虎妈妈 王虎妈妈我们选你了 对我们要做你的帐篷宝宝 真的吗 太搞了 那帐篷宝宝们 我们走吧 等一下 帐篷宝宝们 我比王虎妈妈的本领更大 遮风挡雨谁都会 我还会变换颜色呢 你们看 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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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辛苦啊 爱沙妈妈 你真棒 我要去你那里了 那我也去了 不喜欢变颜色太毒了 我就不过去了 大宝宝 还是你眼光好 能变颜色有什么好的 我还会跳舞呢 王虎 你还会跳舞 我才不信呢 就是啊王虎妈妈 你要是真的能跳舞 我就选你了 对对 看好了 怎么样 小比小雪 你俩还要不要来我这里了 来来来来 你们 猴子 雷狗 快点出来给我打雷 谁叫我 是我 是爱沙大人啊 爱沙大人 你有什么吩咐 给我打雷 狠狠地打雷 是我打 狠狠狠 帐篷宝宝们 快到王虎妈妈的帐篷里来 来了妈妈 雷狗 再给我多打多打 好嘞 我打 我打 妈妈 你怎么办 你会被雷鱼放断的 是啊妈妈 让我们出去保护你吧 没事的孩子 我叫王虎妈妈 来保护你们 王虎妈妈你怎么了 王虎妈妈你怎么了 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抢帐篷宝宝 雷狗 你走吧 王虎妈妈 爱沙 你这个大坏蛋 还我们妈妈 还我们妈妈 哈哈 现在只有我一个大帐篷了 你们必须都要来火这里了 我们才不去呢 对 我们才不去呢 你快让王虎妈妈引过来啊 要不然 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想要求王后 就要给我打一百分 要不然 我才不会就请王虎呢 小朋友们 你们会给我打几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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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